今天最主要想要说的是 对刚开始 就是最近的一些事情 最近真的太忙了 我不是今天白天刚下的晚班吗 然后在家里面睡觉 明天我又要上白班了 本来本来今天都不想直播了 后来有姐妹劝我说 说一下最近的事情 那我想着我还是开一下吧 就是今天的那个 最主要的那个事情 就是那个热搜 那个玩意儿 说实话 那个东西 它也不是说什么 说是什么敲打 也不是说是特地说它 就这个东西 我们粉丝就不要去认领好了 我说真的 它那个玩意儿 它就是 它就是又是 又是被他们这种 部分媒体 我只能这么说 可能是媒体里面的 部分工作人员 搞了一些 称秋笔法 然后 避重就轻 你懂吗 之前就有这样子的例子 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 那个互联网治理的座谈会 然后它当时说的 其实是有很多东西 什么 是文娱治理这一块的座谈会 它当时是有什么 阴阳合同 偷税漏税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它当时全部都是在那个座谈会里面的 但他们冲上热搜的 唯独只挑出了单改这一条 然后很多人全部都去 就只是讨论这个单改了 到最后 但根本就完全就是忘记了其他重点部分 人家让你们看了重点又不是这个单改 对吧 就有的时候我看着就觉得挺搞笑的 就是这已经算是上了一次档了 对吧 但是后来就是今天又是同样的档 同样的档又在上 今天那个文件 我最开始其实那个热搜还没冲上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那个文件 然后 那个里面我点进去看了 人家里面全部都在说的是违规游戏直播的 都是讲的是就是没有通过审核的这个 那个游戏的问题 然后就唯独就是说了这么一段 然后然后他们就挑了这么一段来给他 搞了个热搜 还偏偏就有人上赶着 就非得要把这个跟 这个跟我妈大名连在一块 我在想你们在想啥呢 到底是 我就不明白 有的人到底是真的蠢呢 还是说是其实是 就是拆着明白装糊涂 然后是故意的 就不想他回来了 是吧 哎 这有的时候挺无力的 我感觉已经是纸黑了 到这种程度 说实话 我妈 我妈她这个很明确 她就是被人泼了政治方面的脏水 好吗 我们我们所谓的清白 等她清白 就是要 就是要那个什么 官方要洗净 她这一块的这个脏水 那么还还往上去放软 真的脑子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 就是 有更多的人留下等她不好吗 非得要就是把这个家给拆了 这什么架势 我真的是没搞懂 确实我 我之前 跟我之前想的就 差不多 就是 嗯 就不想他回来呗 你只要他不回来 就可以拿着他的这个IP赚钱呗 就无论是谁 都可以拿着他这个IP赚钱 肯定是有人引导的呀 没有人引导 你怎么会就这么重之沉沉的跑上去冲 冲人家 我之前 我之前不是就有个视频里面 特地讲了不要站在宫的队里面 不要站在宫的队里面 啊 所以 嗯 也是因为最近这个闹的妖蛾子比较多吧 有很多姐妹不是就是心态有点不太好 我也就是 哎 我也就是跟他们说 就实在不行就回归现身嘛 那么毕竟本来我们爸妈也是想要让我们好好生活的 对吧 就是不要不要去看这种让自己糟心的东西 最后消磨掉自己的爱意 我们我们的目标就是一定要等他走完这条路 而不要他到他到最后他得胜归来了 然后我们没有一个人给他给他鼓掌啊之类的 对吧 我的心态也挺好的 我就不想看这种就爱乱八糟的东西就守在原地等他 我说的我说的那个一点就是当时刚出事的时候对吧 那么多扑面来扑天盖地的这种谣言啊 我们当时我们当时真的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分辨清楚到底是不是谣言的情况下 我们是凭借着什么我们凭借着就是嗯 我们认定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根本不是在赌我就是认定了他是我看到的这个人他他是我看到的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我不会离开他那既然你想想看当时我们都这么认定这么坚持的认定了那怎么可能现在还因为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缝合怪就是在那边拜坏他名声的缝合怪我们还我们还去跑跑篇对吧 所以说只要你们相信你们自己看到的那个他就好了其他的就不要去信了 还有就是包括包括他那个视频他那个视频基本上也都被我们扒得一干二净了 但是说实话我已经不想给眼神了我的我的态度就是老子不看你 你爱你爱你爱打枕打枕老子弄什么妖蛾的老子都不会再管你就这样 啊我多大 我二八还是二七 对啊就只有机威能让我们乱套 我倒是想要看机威来的 我爸我爸他也不会那个样 我二十六嘛我自己没有特地算过 就是就是真假合成呀 然后我们连那个那个什么 有就是就是差不多我们也扒出来是哪一年的嘛 但是嗯后来就是有姐妹跟我说建议我不要发出来 因为因为他这个容易给他打补丁 说实话很明显看得出来他就追在我们身后给我们打补丁呀 就就不要去看好了我我到后来就是我现在很多人在继续给我发这个发这个就比如说一些一些破除这个instagram的东西啊我都跟他们说真的不要再给眼神了我们就不要再讨论了因为这样子真的很拉扯你不停的不停的去发这些东西就是有的有的姐妹有的姐妹看到了也会很拉扯 就像我之前我之前那个他的那个真料他很多还是打的时间的信息差知道吧 他他他有他就是打的这个时间信息差他把旧的物料放出来跟你们说是新的 那我们还得要去追在他后面在那边在那边去行征哇这个真的是很耗费时间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等我们等我们真的行征出来了之后有的人该消耗的都已经被消耗完了 所以我的态度我就是我就是我不看他爱傻傻去吧 我今天也看到了那篇长文章说的挺好的就是韬光养晦啊 就是狗到最后应有尽有狗下来吧 对对对对对和七月真的差不多 而且七月也是啊也是用真图然后再来批批成批成一个另一个样子这样子 啊你说你说你说这有啥办法 就啊对 你拉着还想做最后一个记者批别想啊我们大家都死了 你不会有机会的放弃吧 我爸妈他们就是在谈恋爱我就是要磕CP怎么样 还有说实话说实话他们那边的那个话述说说说说CP粉全员公司全员直粉 这就跟跟那个跟公司那边在那边说说说我们CP粉所有的全部都是在开机器抢前排一样 这是自欺欺人去吧 这个这个关于在instagram直播的事情我也说的很清楚了 我之前就说了我妈她我妈她当当初注销的instagram是什么意思 然后现在现在怎么可能跑到跑到那个外面去那个啊 啊我就闹不明白 这很割力啊这根本就不是他做得出来的行为嘛 这有的话也不能够说的太直白我怕直播间被疯掉了 哈哈 哎说起要逼他现身这个说实话我也有这样子的感觉 他们可能想要逼他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前的现身吧 那我觉得说实话我们真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他们担心就好了 这个直播间是科CP的 嗯 啊我会注意尺度的哈哈哈 就是啊我要我要我要是想要那个什么就是再也不关注我也我就是要等到等到妈咪完全清白之后我可能会但渐渐单圈 就是只要他们还我知道他们还好好的就行啊 那等一下我妈敲我的门啊 啊那那咕咧猛了他应该他就去了 嗯瞧了点 因为其实只要他回来了 我就不会再那么担心了呀 就大家照样过好自己的生活 只要知道他好好的就行了 就像我现在追我大本命也是一样 我只偶尔看一下 我知道他过得不错就行了 偶尔如果是看到有什么想要买的买一下 刚才和我说话的是我亲妈 我哪里配我哪里配我妈叫我们 对我今天是打算稍微聊一会儿 然后我就去睡的 不是说不想吸猫了呀 就是就是每天这么熬夜也挺累的 不是磕CP就是就是如果看到开心的就磕一下 这样子就不会不会再特别执着了 因为因为真的是真的是 已经明确知道他们两个人是真机了 很多东西我都觉得我磕不磕得到已经无所谓了 哎呦我我上班就是一天晚班一天白班 然后再休息这样子 就是我的小小的假期比较多 没有长假 哦 畅畅喜欢好不要说了 我真的噢噢噢噩某 不想再回忆 我不是医护人员 恋爱的小细节嘛 我就 我现在 我已经是属于看缘分了 啊 我真的是我站着还不够高是吗 从来没有人脉来找我 没有人脉来告诉我 什么什么消息 最新真的使我兔头 不要猜了 不要猜了 我不会说的 我也想争气啊 我也想争气啊 他们谢的不来找我撕连 我真的是 太搞笑了 双签我也没有 单签都没有 还双签 我连我连去让让我这个什么 那那那那什么叫 就是就是就是 帮我去签名的人都没有 没有声音吗 应该有的吧 我倒是 我倒是想 爸给我给我个双签我来免费做支付 所以 你们老是我没出息 知道吧 所以 所以他们看到水母台我的时候 他们就说 他们就说有一种老怀大胃的看见 就是 就是觉得我出息了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